不知道你们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铁每进一个站 这个司机都得笑来一次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我以前也不知道 但是看完网友们的回复之后 有人上来就是一句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人家就是看看车停没停歪 还好老子是坐过地铁的 不然他咋就他把信了我去 马上就有人出来开队了 楼上的 我可跟你说 这可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可别跟这胡说八道 我作为一个有着三年教练的地铁教授员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小车只是为了检查车过来有没有漏气 甚至有人说 小车只是为了看看 后面的车厢有没有跑丢 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 又有人问了 请问交警为什么不去教校里面朝违章呢 你指的他妈一样什么毛病 这就是他妈跟你玩游戏一样 你天天搞这个新手中里面撒小号 你他妈有成就感吗 再说了你他妈就算要查 也得他妈人家有教授啊 你他妈教授都没有 你扣什么粉啊 扣个锤子啊 啊 这个杂子 推 是吗